我叫李琳琳,我曾经也在河南队是运动员,然后曾经获得全国武术套路冠军赛的刀数和棍数的小权能冠军。 因为我们是这个河南省的嘛,是专业的这种运动队,所以基本上参加的比赛都是全国的武术的套路冠军赛和锦标赛,所以我个人基本上参加的也都是这些比赛,然后也参加了有那个运动会,就是第十届和第一世界的第十一届的那个全运会。 然后我是在2012年的时候那个退役了,然后我又到那个河南大学去就读,读了本科和研究生,然后今年是研究生毕业了,然后又回到了这里,然后现在是带二线的小队员。 因为我自己曾经就是运动员,然后对这方面还是比较了解的,然后看到这些孩子们也这么热爱这个武术,所以我就想特别用自己情绪那些经历和自己所能知道的一些东西,然后把我自己所了解的来交给孩子,然后想让他们能够发展的更好一点。 因为那些大一点的运动员也都是从这个小队员慢慢上去的,所以对于小孩子主要就是抓他的一些基础的一些方面,你只有把他的基础的这些东西基本功打扎实了之后,慢慢的才会成为那些优秀的运动员。 就是我以前啊,我在练的时候就会有蹲一些那样的杠铃,然后它对那个大腿的一些深层肌肉的一些刺激还是有帮助的,因为武术现在这个竞技项目需要有一些高难度的跳跃动作,所以经过这些练习的话会刺激到你的深层肌肉,然后对你的跳跃能力会有帮助。 首先自己一定要爱好和喜欢这个项目,完了之后你如果想走专业或者在练的过程中肯定会遇到特别多的困难,还有一个就是要有一个拼搏的意识,对,在思想方面一定要是喜欢,真心的喜欢,然后去拼搏,完了之后我觉得这两点特别的重要。 我的名字是李林林,我爱武术游戏。 我爱武术游戏。